好 瓦格纳开出约沃条件 慢慢找不到人 乌克兰也一样 也找不到人 他们要开始第十轮的征兵了 这乌克兰说十万人响应 但是了解内奇人说不是自愿的 都不是自愿 而且你要知道 其实男人能走的都走了 很多青壮都走了 留下来很多是比较年纪比较大的 那说平民士兵跟这个正规 受过严格训练的战力真的差很多 这也就解释了 为什么乌克兰最近伤亡惨重 因为上战场的很多 不是这种正规的 这种职业传统的军人 是平民可能给了几把枪 经过几天的训练 一些基本的知识就上去了 那我要问一下凯翔 凯翔对这个有很多很多的讯息 我们刚刚来看一下 这个巴赫木特可能是最终战吗 委员觉得不会 那如果是个最终战 我们昨天讲的壕沟战 已经开始进行壕沟战 好像一次世界大战 又打回了一次世界大战的场景 另外有人说 最后在巴赫木特会变成一场坦克大战 各方的援助援援不绝地来 送给乌克兰 德国国防部长说 有18辆德国跟3辆普达的坦克 要送过去 波兰副总理说 这个星期内会送10辆坦克 还有之前还有14辆的坦克 丹麦的国防部也说 会跟德国荷兰合作 总共是100辆的坦克 英国媒体也说 看到没有 乌克兰一度能够认为 三月前会从北约得到300辆坦克 到现在为止据说 大家说得多做得少 乌冬的战场 据说坦克只有50辆 跟300辆数字差很多 那这个坦克大战会怎么打呢 我们看到这个 像这个胡利达尔这个地方 地势优势高出周围200米 在这个地方呢 据说会是春季战当中 最关键的一步棋 那纽约时报也有针对 最近的可能发生的坦克大战 做一些分析 最近三周俄军队 这个胡利纳尔附近的进攻 犯下了一些严重错误 把这个坦克纵队 陷入了乌克兰的伏击 这是到目前为止 在顿巴斯战场上 规模最大的坦克战 双方各有损伤各有消耗 所以在豪钩战之后 坦克大战在战场上 或是决定胜负 最自我主要的关键吗 我觉得我刚刚同意 刚刚蔡委员讲的 就是巴赫穆特这一战 不会是 它其实不是一个 很重要的战役 到目前为止 因为就像我上礼拜 我记得在那边 也跟大家报告说 它其实一直都在做杀伤 就是瓦格纳在围住这个城市 但是它并不进入这个城市 然后它一直是在绞 就是让乌克兰不断派援兵来杀伤 其实有一个未经证实的说法 就是刚刚我们有引用的 这个瓦格纳的这个指挥官 就是普里戈金 他曾经有说过说 他们统计到说 在这个从去年5月开始 他们逐渐接近 巴赫穆特这座城市 到今年1月开始有重大进展 三面围住这座城市以来 大概总杀伤人数 大概是11万左右的 乌克兰的军事兵 所以对他来说 是一个重大的成功 他已经达到他这个目的了 所以你说 未来会不会有什么坦克大战 或什么发挥在这座城市 基本上不会 因为这边的地形 相对来说是很破碎的 很破碎 然后有很多丘陵 然后有很多的这个溪流 然后还有很多泥泥的地方 所以他并不是一个 适合发动坦克战的地方 而他也不是什么豪沟战 他其实就是乌军退缩 在城市里面打城镇战 那个对台湾人民 其实应该是非常有启发的 如果哪一天台海发生战斗 我们一定会在美军顾问的要求之下 国军会缩到城市里面 把城市打成这副模样 所以我觉得大家应该非常警示 那在狐狸达尔这个城市 这座这个镇 甚至不算是一个城市 它其实就是一个矿业的都市 那它也不是什么坦克大战 它就是一个城市 然后有一个矿山 然后那个矿山 它里面有很多的坑道坑洞 然后所以它在这个战争爆发之后 它就被乌克兰的部队 然后借用为作为炮兵的掩护 所以它等于是一个高地 里面有很多坑洞 然后坑洞里面就是变成一个炮阵地 然后所以让这个俄罗斯 要进入这座城市之前 它就一定会被矿山高地上面的火炮给打击 所以一直都很难推进 但是这座城市这个前一段时间的攻防站 也非常值得大家参考 是确实在巴赫木特这边 然后看起来乌克兰在战线崩溃的一瞬间 这个俄罗斯原本在南部也是发动了攻击 但是在这个狐狸达尔这附近就犯下了一些错误 包括被火炮给阻止了 然后同时间呢 这个跟台湾又有相关了 就是乌克兰在这边不计血本的 用那个RAAM就是远端地雷的系统 就是用那个155榴弹炮 有没有把炮弹里面装地雷 一枚炮弹里面可以布九枚地雷 拼命的不计血本的洒在俄罗斯部队前进的路上 所以很多朋友在看到这个影片中 在狐狸达尔这边 俄罗斯的这个战甲车都排成一线 是因为当时满地都是地雷 那所以回头来台湾人也要反省一下 美国卖给我们那什么垃圾 他支援给乌克兰的是远端发射 装在炮弹里面打到那个战区里面 去撒的满地都是地雷 请问一下他卖给我们是叫有一个人 像玩命关头一样 开车在敌火当中去那边撒地雷 你为什么不卖那个远端的给我们 是有实战经验 为什么不卖给我们 为什么不支援我们 你还送给乌克兰 像卖给我们一些垃圾是要怎么样 所以狐狸达尔这一战 麻烦麻烦民进党的立法委员们 做做功课 看看人家怎么用 有没有撒地雷有没有用 有用 但是人家是远端撒的 那个可以打20公里撒在战区 不是叫我们开车去那边撒地雷 最后要讲到什么坦克大战 那件事情就是确实 其实大家现在讲说为什么 我们上礼拜讲说 其实巴赫木特州城市 已经没什么好守的 为什么还要守 因为现在的说法就是 他其实是在争取时间 乌克兰必须要在4月份的时候 发动一场 发动一场这个预期的反攻 是因为他现在很多的 包括像M1A1的主力坦克 或是报外坦克的这些驾驶员 目前都还在受训当中 西方世界要给乌克兰坦克 但是他的坦克驾驶员 必须要受训 最快时间可能在4月 才有可能回到乌克兰战场 去操作这些援助来的坦克 那第一个巴赫木特这边 没什么好反攻 因为他地形也不太适合用坦克 那会发生在什么地方 就是南部 就是南部在扎波罗热这一线 他这边一马平川是平原 非常适合坦克车发动攻击 所以那巴赫木特为什么这边 还要继续打下去 就是因为要一直派这些国土防卫 去让俄罗斯的兵力 还被停留在这边 还被这个吸引在这边 所以他好在乌南这边 组织一场大规模的攻势 适合用这些战甲车 来发动的攻势 所以说刚刚前面 又连到前面一个题目 为什么现在MQ9 会出现在黑海 克里米亚 扎波罗热这一线 因为现在双方都把注意力 逐渐转移到这个地方来 俄罗斯也知道说 乌克兰的战甲车 能用在什么地方 没有别的地方 就是这里而已 那对乌克兰也知道说 俄罗斯现在在这边 按兵不动 那他的正规军去哪里 你看巴赫木特 现在是瓦格纳在打 那正规军呢 叫木来的20万 正规军在干嘛呢 就在这一线等 所以大家都预期在这边 可能会打一场大仗 然后所以 所以不知道 可能很多人在讲说 这一仗打完 大概就 大概就 就要上唐判桌了 为什么 对俄罗斯来说 如果他打输了 如果他打输了 那这一线一直突破 他可能真的有可能 就是原本在 这个战争发发之后 他从这个乌东 一直连到 克里米亚半岛的 这个路廊 就会被乌克兰切断 那切断之后 也许美国就会把乌克兰 推上谈判桌 因为让乌克兰 在谈判桌上取得 相对有利的地位 但是如果乌克兰打输 俄罗斯打赢了 大概也差不多要谈判了 因为你就把 泽伦斯基 视想为一位 清创企业家 他跟欧美企业 要了这么多 天使战车 天使炮弹 天使武器 那你看起来 就是扶不起的阿斗 你已经没戏了 以后他募资就会有困难 对你已经没戏了 你要我 你要我再养你 我会帮你 就是不光是在军事武器上面 我就一直给一直给 然后甚至你的经济 我再等于帮你接 叶克摩 你要帮你撑到什么时候 大概 带泽伦斯基也会被推上谈判桌 所以大家都预期说 春季可能会打一场大仗 就在污南这个区域 然后打完之后 大家就准备上桌谈判 请收到 Wheelery scallIGHT 需要描差